打死不認是因為怎麼樣 我們願望他了嗎 賓哥 我們為什麼要知道會議紀錄 為什麼要他們重新寫 這些檢討報告 目的就是要知道 你們當初的決議的過程 到底是誰 誰做了這個決策 誰提供了意見 誰附和了 誰贊成了這個意見 賓哥 我們是不是 再也不會知道了 我覺得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因為他絕對不會跟你講 因為他現在就是故意 其實就算他當初有錄影 錄音有會議紀錄 他現在也都湮滅掉 他就是告訴你 沒有 沒有 就是沒有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 對他非常的不利 所以他根本就不要 然後我們至少還要知道 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好 你說3加11不是破口 請問你的證據是什麼 你有去比對3加11之後 諾富特跟萬華跟宜蘭 之間的病毒基因序列嗎 你有去比對嗎 他們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有沒有關聯性 你知道他們現在領進離譜到什麼 那一天陳時中竟然直接講出來說 問他破口在哪裡 他破口可能是投渡課 走私課 對 直接就用這樣 反正就是死都不要承認 就是3加11有問題 他就是胡亂瞎打一通 他就跟你鬼扯 他現在告訴你說 3加11跟800條人命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就是我們要從撿到報告裡頭 知道的 你撿到報告裡頭 完全語焉不詳 請問一下我們要怎麼知道 因為所有的武器 全部掌握在他們手上 所有的檢驗過程 病毒基因序列 然後其他相關的這些 能夠驗證的東西 全部掌握在他手上 他不願意告訴你的話 你一點折都沒有 所以我也跟大家講實在話 除非政權輪替之後 除非政權輪替之後 我們成立了3加11 甚至整個COVID-19的 真相調查委員會 否則這個民永遠不會知道 這800多人就白死 也沒有人會去為這件事情負責 這就是現在 台灣真實發生的狀況 很悲哀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名稱上叫做民主政權 實際上蔡英文已經完全是 齊全統治了 因為他不想告訴你的事情 他什麼都不告訴你 民意也沒辦法監督 你要求所有的資料 他不然就是不給 不然就是隨便塞幾張廢紙 呼籠你一下 就是這樣而已 今天補這武戰有什麼意義嗎 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就又多講了幾句廢話而已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廢話練習機 他們在練習寫廢話 然後我們的立法員 負責看廢話 是這樣嗎 何必要浪費這些紙呢 你因為這樣子 又多死了多少數呢 何必去搞這些東西呢 很簡單 我們要的非常清楚 陳時中 你不要給我閃閃躲躲 你告訴我 那天開會到底有誰 為什麼講不出來 你說沒有做會議紀錄 難道你的記憶權死當 你老人癡呆 就算你老人癡呆好了 那天參與會的人全部都是死人 全部都死光了嗎 墓碑都喝好了嗎 參與會的人不在 都不在了 都不在的人事 為什麼不能出來講 到底誰參加了會議 專家是誰講不出來嗎 為什麼 檢討報告有人一字不提 但是我也知道我今天在那邊講也沒什麼用 講了半天他還是不理你 當中沒聽到 再講再怎麼去呼籲聲 直接在議會殿堂上直選也沒有用 他就是跟你裝死就是不理你 所以我真的很老實的告訴大家 就是我剛剛那句話 沒有別的辦法 除非政黨輪替 不然的話 就算你現在按鈴去控告他 老實講法官檢察官 大概也是跟你獲悉你不了了之到最後 所以唯有政黨輪替 成立COVID-19真相調查委員會 把所有的事情全部調查清楚 才有可能還不一定 大家不要忘記 引清風案到現在也沒破 阿扁的兩顆子彈到現在真相 到底什麼也沒人知道 所以這樣只是有機會而已 還不見得真的能夠破得了 但至少我們要嘗試 往這個方向努力 不然的話 台灣800多條人命就這樣白死 你覺得在21世紀 這是一個應該發生的事情嗎 的確3加11 我們想這個事情 就這樣翻篇過去了嗎 是不是再也無法得知真相了 就像剛剛賓哥所說的 行政院寫廢話 立委就負責看廢話 當然這不是我們要的 可是我必須要請教就是朱希 現在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就多數暴力 人多示眾 你拿他沒皮條 他甚至也看不起在野黨 即便這兩次國民黨 做的民調都超過贏過 民進黨 那又怎麼樣 你們昨天曹野協商了 他還不是曹操帥帥 就丟出這一份報告打發 怎麼扭轉這樣的局面 我們絕對不看這種廢話的報告 所以今天你手上那一份 我們上個禮拜當場 就給人家撕掉了 就是要讓他沖血 昨天曹野協商要求他們 今天補充報告 結果補充來的報告 就是你剛剛所講的 那個三頁四頁 令人看得更生氣的報告 為什麼要追究 這個3加11這件事情 如果說 如果說他跟800號人民 無關的話 我們不需要追究 就是因為他有關 然後大家都認為他有關 然後你又說不清楚 你也沒有辦法說 把無關的理由證據提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在報告裡面 看到這些證據 更何況如果你回溯到 今年5月份 5月13號 那時候剛爆發的時候 你陳時中自己講什麼話 這是當時候的新聞 當時候講說 盧州宜蘭的群聚案 病毒定序出爐 跟華航諾福特相同 跟華航諾福特相同 所以這個更加 要告訴你什麼 基因定序出來是一樣的 那一樣的 請問這個宜蘭也好 萬華也好 盧州也好 那些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大家就認同懷疑 就是你這3加11的破口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從哪裡出來 難道是自己 從地洞裡面跑出來嗎 還是從哪裡飛來的 你也沒辦法解釋 你只敢講說 你只在這邊一直講說 這個800多號人民 跟3加11沒有關係 我覺得更無恥的是 在這個報告裡面 他講那麼多 這個補充報告 我跟你講了好幾頁 這補充報告 講了好幾頁 其實他重點只有一句話 重點就是這一句話 因此沒有證據顯示 沒有證據顯示 基斯吉諾福特飯店群聚感染事件 與後來發生的社區疫情 有相關聯絡 注意這句話 這句話我們今天 如果讓他上台報告 把他念過去 那等於什麼 等於我們背書了 因為他完成了這個專案報告 然後下面是總質詢 等於我們接受了這個報告 說無關 所以他今天拿這個報告來 是要在國會上留下一個紀錄 我跟你講 我跟國會報告過 這個事件調查到現在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可以顯示 其實這個就變成是怎麼樣 所以接下來是叫做 再重寫是不是 不是說重寫而已 當然重寫是一定要 就是你要清楚的告訴我們 否則這個事情沒完沒了 因為你查不出來 原因在哪裡 造成這個結果的 重要的來源在哪裡 我們沒有辦法 對這些國會人交代 八排地方的人 人民你怎麼交代 所以這再怎麼樣 也一定要查到底 好 你現在可以在國會 用多數暴力來對待我們 到時候我們選舉到了 到時候投票時間到了 我們就用選票來表達 我們的不滿跟反對 作為在野黨 我們除了必須凸顯這個問題 把人民的立場做表達 還有要求政府要一個 態度跟解決方案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必須透過這樣的事情 去告訴 去還原真相 我們才知道將來怎麼防範 否則你未來你所有的防疫措施 我們要如何相信你 如果這件事情 你都查不出原因的話 我怎麼知道你將來的防疫措施 哪裡是做對哪裡是做錯 反正你講得算 你說沒有紀錄就沒有紀錄 那還得了 那個裡面更扯的是 蘇恩昌院長講說 行政院裡面大大小小的會議 很多會議都沒有紀錄 他那一天我就看他在台上 他就這樣回答立委 他說我每天主持 很多的這些會議 我們都講完馬上就做了 所以這些都不會有會議紀錄 我說院長 你在碰笑 因為我以前也待過行政院 沒有錯 院長有時候是找大家來談 然後那一種非正式的 那個當然不見得會有會議紀錄 那個叫off record 就是沒有會議紀錄的會議 那個根本不算會議 你如果是正式的會議 指揮中心的會議 請問院長不要跌勾倒菜 這個是指揮中心 正式會議所做的決定 怎麼有可能是你 陳時中找其他人來部署 來聊一聊說 好啦 我們就改成3加11 可以這樣改嗎 那你前面的那個 從5加9然後改成其他人 是怎麼改的 難道也是這樣改嗎 這麼重要的一個隔離措施 你如果認為說 機師他們這樣的反應 是很重要的 是你很在意的 表示他是一件大事 他不是一件說 找人來聊一聊 做決定 就算了 他不是說今天問你午餐要吃什麼 晚餐要吃什麼 對不對 是一個涉及到 這麼多的機師人員進來 我的防疫隔離要增加幾天 要減少幾天的事情 不可能是一個說 我要點餐的事情而已